平均鑿一組之間 幼稚男人 JEFF 平均鑿一組 還未能理解 長坑醫院 以前從這邊到長坑醫院 走106大陸 要說45分鐘才會到長坑醫院 在奧平線通的時候 大概12分鐘就到了 以前我們走106大陸 送到那個病人到長根醫院 結果他的半路就走掉了 所以這條路開通的時候 可能送到醫院他就不會往生掉了 地方上也是很期待到 這個醫療方面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大醫院 也就是衛生所而已 所以往外的醫療也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平溪區以前是一個農業的地區 後來因為礦業發現以後 這些居民就開始從事礦業工作 礦業在民國六十年代開始蕭條 這些居民大部分都遷移到外鄉鎮去工作 所以這邊的人口越來越少 後來就想到以前因為放天燈 有一個特色 所以有一些鄉親就開始駐作天燈來施放 想不到這個天燈就成為我們平溪區 現在能夠生存下去 而且產在蓬勃發展的一個契機 106線公路 婉延曲折那個路不是很寬敞 大型車輛行鎖非常危險 現在台澳平線通車以後 從福隆一直到基隆的暖暖 經過我們平溪最重要的這一段大路 我們以後要出去基隆 要去瑞芳 要去其他地區接高速公路都很方便 海澳平線通車以後 不但會給我們帶來交通上的方便 也會帶來很多遊客到平溪來遊玩 來放天燈 共寮這邊最有名的當然是福隆海水浴場 每年辦理的這個沙雕祭以及海洋音樂祭 都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現在公路總局這裡也將我們共寮區的台二秉線 予以拓寬 甚至一直連接到基隆暖暖那邊 也連接到六十二線的快速道路 對我們共寮區的民眾 不論是要往基隆 或者是要往台北 都提供了一條更便捷 更寬闊 更安全的一個替代道路 生的 自在的公寮來把它掩飾掉 所以說 台二秉線希望將來通車以後 能夠呈現綠色的一個道路 讓我們的生在公寮 在台二秉線出去可以看得到 期盼呢 也希望各界全國的好朋友 能夠呢 在台二秉線通車以後 來基隆的軟軟地區一遊 我們到處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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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